看到捷运县木榨内湖现在周末真的是大小状况不断 局长长齐德在昨天他已经亲口证实了 口头向台北市长郝隆斌请辞 不过他也强调其实市长目前最重要的是 先解决系统的问题再来决定人事去留 那么我们看到现在捷运应变小组也表示了 那么在两个月里头呢 如果说这个问题是还没有解决的话 将会考虑来求偿 好我们看到其实昨天上午6点才恢复正常行驶的内湖捷运线 没有想到6个小时之后也就是在中午的12点19分 这是在港前站就发生有单车的单节的车列 单节的这个列车门呢居然是没有办法自动开启的情况 当时站务人员立刻是用标准的程序 也就是改用手动来开启来疏散乘客 然后立刻呢把这辆列车送到了这个内湖的机场来进行检修围测 所以整个状况是在12分钟里头排除 内湖木炸线一早恢复行驶才6个小时 捷运又出包了 中午12点19分 一辆列车到达港前站的时候 发生了车门无法自动开启的状况 让民众是吓了一大跳 临时发生门打不开的情况 民众在车厢里面真的是热翻了 因为开启设备的异常 让车门无法自动打开 占务人员只好赶急赶用手动排除状况 还好12分钟解除危机 让民众愿意再给内截一次机会 知不知道他一个多小时之前 这个门没办法开 知道 那个觉得怎么样 会觉得蛮危险 我想应该不会吧 没有那么倒霉 那你知道他刚刚一个小时之前 门没办法打开 会不会有点担心 会不会 还好吧 怎么说 对他有信心 对他有信心 对啊 因为他大小状况不断 但是这是内湖第一次通车 我们也期待了很久 所以我们对他还是有信心的 民众见怪不怪 就是因为内湖捷运开通 大小状况不断 通车以来几乎每天出状况 7月4号轨道出现了障碍物警讯 停驶9分钟 7月5号无预警停驶15分钟 7月6号两路段异常 共停驶了18分钟 7月7号到7月9号也有小状况 而7月10号木炸内湖线 因为电力的问题全线停驶 是史上最大乌龙 周末假日 适逢民众出游日 对内截来讲也是个考验期 只不过排除一个状况 却又出现另一个意外 民众愿意给机会 但和内截的磨合期 恐怕正要开始 中学罗珮宇中昌城 SNG小组台北 采访报道 小组大乌势